中国人在越南打工 日子过得像地主老爷 他们都不愿意回国 这究竟是发生了什么事呢 娶个越南老婆远走他国定居 这样的事情在生活中并不少见 越南距离我国很近 不少的中国人跑去越南闯荡打拼 还有过去旅游的人也不少 他们不仅是欣赏一国他乡的景色 更多的人是为了这里的美女而来 由于我国男女比例失衡 很多人找不到老婆 所以就把眼光放去了别的地方 越南物价很低 生活节奏慢 只要有点小钱 在这里就能活得比较滋润 而一般的中国男人 到了这里就是土豪般的存在 虽然这里经济不发达 但对中国人来说就是创业机会 把中国的设备和技术用在这里 创业能赚到更多的钱 最主要的是 这里的美女几乎都是素颜 长得妩媚动人 这种纯天然的女性最动人心弦 不少中国男性的眼力放光 这里的姑娘思想比较保守 对待婚姻很传统 认定婚姻就是一辈子的事 她们温柔体贴又顾家 对待爱情忠贞不渝 所以中国男人来到这里就不愿意走 毕竟在这里生活节奏慢 没有那么多压力 妻子体贴温柔 不舍得离开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在这里可全身心发展自己的事业 能够事业爱情双丰收 何乐而不为呢 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你愿意娶越南的姑娘吗 欢迎视频下方留言评论